尊主,祢就在我身边,祢的诫命都是真理,我早已熟悉祢的法律,是祢所制定,千古无边。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大家平安,圣父平安。 今天耶稣跟门徒们讲,说妇女所生的当中,没有一位比若汉心智更大。 那为什么若汉就这么大? 因为若汉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先知预言,耶稣基督的来临,但是他们的预言没有看见,而若汉他能够看见,他带领人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 所以若汉比这些先知预言更大,但是耶稣又讲了,在天国里最小的还比若汉大,这个最小的是哪一些呢? 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这些弱小者,在我们身边需要我们照顾呢?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上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育,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生同征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育,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期待。 天主,求你启发,振作我们的精神,使我们甘愿做你唯一圣子的前驱,为他开路,使我们借他的来临,以纯洁的心灵,侍奉你。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我是你的天主上主 我掺着你的右手对你说 不要害怕,我来协助你,雅各的小虫啊,以色列的狱虫啊,不要害怕,我必协助你。 上主这样说 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圣者 我使你成为一架锋利多尺的心打鼓鸡 使你压榨高山,压得粉碎,使丘陵化为碎末 你要剥扬它们,风将它们卷去,暴风将它们吹散 然而,你要因上主而喜乐,因以色列的圣者而夸耀 贫困和穷苦的人寻找水喝,却没有水 它们的舌头,渴得焦躁 上主我,必抚允它们 以色列的天主我,必不舍弃它们 我要在荒山中开辟河流 在山谷中喷出泉源 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 使干地化为喷泉 我要在沙漠中种植香薄树 所创造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缓于发怒,仍爱无量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缓于发怒,仍爱无量 我的天主,我要赞扬你 我的天主,我要赞扬你 我的君王,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 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 对他所创造的饭物,仍爱慈祥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缓于发怒,仍爱无量 上主,愿你创造的一切都称谢你 愿你的圣徒同生赞美你 讲述你王国的光荣 传送你行事的威能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缓于发怒,仍爱无量 使世人尽知你的威能 和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你的王国永世长存 你的王权万事无疆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缓于发怒,仍爱无量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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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 请带着你的和平 驾铃我们这里 使我们怀着 沉静的心 在你面前 欢欣永悦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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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心灵同在 共睹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妇女所生的人当中 没有一位比习子若翰更大的 但是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 从习子若翰的日子直到现在 天国是要以猛力争取的 以猛力争取的人才能进入天国 众先知和法律 直到若翰为止都说了预言 若是你们愿意接受 他就是那位要来的恶力亚 大家有耳朵的听吧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在我们大平林的本堂教友 在教友在他的FB上面 他破了一个照片 我看这个照片是非常的 心里面就非常的温暖 那这个照片是他的丈夫 带着他的小女儿 还是很小 在前面走路 那爸爸就抓着这个小女儿的时候 两个人就往前走 那他就从后面就把这个拍下来 他就放在他的FB上面 就说他们是手前手走路而已 但是我觉得很幸福 他们就是这样的手前手 妇女手前手就是走路上步 但是他一看到这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那这个呢 这个的画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告诉我们这父亲对他的女儿的爱 这个是非常深的这个爱 那我们可能是自己也是这么有一个渴望 渴望就是能够有人 就是这样的陪伴着我们 像父亲陪伴着儿女一样 在今天的读经一 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这样的画面 那天主通过以色列 那天主通过以色列告诉我们 说他带着我们的右手 他抓着我们的右手 带着我们走 他说带着以色列人走 但是我们也是 天主是每天带着我们的手 每天带着我们往前走 我们就不用害怕 在今天 以色列就说了 以色列你们不要害怕 但是天主通过以色列 他还讲了什么 他称以色列为什么呢 为什么东西呢 他说 雅各小虫啊 雅各 他不是这个雅各 你这样的家族 不 你是小虫 以色列 除虫啊 虫是什么意思啊 小虫除虫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东西 那这个小小的好像是没有什么人都看不起 它的存在可能也不会有人看 但是在这里天主就跟他们讲的 你们自己可能自以为 你们自己不是很完美的 没有什么价值的 你们的存在可能别人也没有看好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害怕 因为天主会带领着你们 不要害怕天主带领着你们 那这个的天主的对他们的爱 对以色列的爱 我们看到在后面 在后面 他说贫困和穷苦的人啊 他们寻找水喝 罪没有谁 他们的石头壳得焦躁 但是上主我 我必须扶允他们 以色列的天主的我 必要必不舍弃他们 我要在黄山上开辟河流 在山谷中碰出泉源 我要在沙漠 我把沙漠变为水池 使干地化为泉泉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你们不要怕 你们所看到的 你们前面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 在沙漠还有什么希望 如果没有什么水 我们可以生存吗 没有水我们就没办法 但是天主说 你们相信我 我是带着你们的手 有我在 你们不要怕 虽然在你们面前 你们看到的就是和可怕的一个景象 不要怕 我带着你们 所以从今天的福音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是天主要告诉我们 他如此的爱 他不但是爱犹太人 以色列人 亚各家 他也爱我们 每一个人 他牵着我们的手 往前走 有天主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不要怕 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自己 自己不是完美的人 自己不是聪明的 自己不是有智慧的人 我们是小虫 我们是初虫 但是天主 已经在今天的读经告诉我们 我不会放弃你们 我会带着你们往前走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乡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圣从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执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消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并未拯救世人 我们要向阿圣的华利亚 其诸圣人圣灵的方向 终身事故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勿议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身与我们的父母下人亲友 身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指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十七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打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超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拥守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火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你们去传宝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快来自传言 快来自此的长远 人处随过 云波喧哗 爱此众生 替我画像 快来之圣莫西亚 苏九万名 从天将相 而为罪人 太恩生 快来 要此长夜 封码